大家好我是雷槍 繁衆FGO在最近將會開全新的活動 信長總競技 咕噠咕噠本能子終於有活動了 如果不算2點是主線開放的話 繁衆已經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有新活動了 而且對上一個活動還是鳳鳴莊活動 而雷槍也快有兩個星期沒有出FGO相關的影片了 少了一個跟大家閒聊扯淨的機會 真的一場寂寞 雖然還有一些高難度和抽卡精華沒有剪就是了 因為最近都在弄V相關的東西 ホントにスマナイ 但即便FGO溫度已經大不入前 雷槍依然不會放棄就是了 在FGO島之前我應該都會撐得住的啦 不過感覺廢話說太多了 這次我們就超簡單的說一下活動的大概流程 和新從者的相關攻略吧 這次的活動其實偏休閒的 參加活動的條件就是過了動物就能夠打 推進活動的方式主要是打舊的關卡 累積一定數量的軍備後再去開新的關卡 而有一些一次性的壓制關卡呢 則是需要大量的軍備 反正有新關卡就打新關卡 不過軍備就去刷 然後再累積一下活動素材 去商店兌換獎勵 同時賺一賺一些QP 大概就是這次活動的主要流程吧 而活動也會送傷害禮裝 不過除了在打高難度以外呢 基本上都是寶石用 綠卡隊全程掃盪90了 而在這裡呢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關卡裡面會出現 適任的駐戰的NPG 捲他們的話呢 基本上會有特殊buff 或者弱化敵人 反正有出能捲就去選 一定不虧的 而這次的活動裡 其中無論是送的還是實抽的 都普普通通 所以我們的目光 就主要放在新的從者身上吧 這次活動新出的從者有三個 分別是三星狂職 森長可 四星蘭薩 常偽金武 以及五星仇職 魔王信長 戰場可最大的特色就是 寶具傷害前會有無敵貫通 還有就是G3能讓他在死後 給隊友產星爆心 都市以外呢 其實就還好啦 因為你也知道嘛 三星從者太多戰勝 單體狂職也不缺他一個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他啦 給他衛聖杯 不然的話 嗯 產星從者的選擇還是蠻多的 接著便是卡池松的五星從者 魔王信長 出現啦 一個需要未來從者 才會變強的五星仇職 在他有季節 甚至釋出信聖之前 魔王信長整體的能力 其實真的沒有到特別厲害 但一旦經過季節 和搭配信聖之後呢 基本上大部分仇星的問題 都能夠被解決 例如說 集星爆心的缺陷 還有就是持續輸出的穩定性 基本上在那個時候呢 他才會達到一個 基本五星該有的強度吧 簡單來說呢 最後就是這次活動送的四星從者 我們的阿虎小姐 簡單易用的技能組以及強力的寶具連發能力 在往後出了鼠傻之後呢 更是能夠輕易做到單體寶具連發效果 我個人覺得啦 他最大最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技能時效短的問題 而是練技能的素材 真的非常麻煩 又是英雄之陣 又是龍牙 又是永遠傑兵 你不累我也累啊 雖然繁中我還剩很多素材就是 不過基本上啦 還是蠻推薦大家去練這個 強度和薄度並存的阿虎小姐了 那麼這次的本能字攻略影片 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繁中下一次活動 應該就是泳裝復刻了 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從者吧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 方便以後參觀更多攻略以及小故事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次再見吧